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啦 传宗接代是人们十分重视的一件大事 最让当代年轻人头痛的 就是每年过节回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了 就算结了婚又开始不停地催促生个小宝宝 不过孩子的确是十分惹人爱的 往往都是一个家庭的开心果 是父母双方爱情的结晶 小宝宝可以更好地维系一段婚姻生活 也是父母老年时候的依靠 但是少部分女人由于体质原因始终无法怀孕 这时就会找遍所有方法来让自己怀上宝宝 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印度会是什么场面呢 跟以南一起来看看吧 印度有着十分浓厚的宗教信仰 而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神奇的寺庙 每年中想要生孩子的已婚女子 就会在一个节日时聚集在寺庙门前 先排队依次从高森手中领取神丹 接下来排队会在地上 等待着寺庙中的神僧踏过他们的身体 据说这样就可以怀上小宝宝 这个偏方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地位 已婚少妇们十分信任这个方法 朋友们觉得这个偏方有科学依据吗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咯